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吕金奇神父 今天是强年期 第23周星期三 我们念的福音是 路加福音第6章20到26节 平常我们常常听到 正福八端 这是马道福音的 今天我们念路加福音当中 是四个有福的 四个有祸的 四个有福的是贫穷的人是有福的 饥饿的人是有福的 哭泣的人是有福的 被恼恨是有福的 这些都是现世 被这个世界所捆绑 所麻烦的 另一方面耶稣也说了 富有的人是有祸的 保育的人是有祸的 宽孝的人是有祸的 被夸张的人是有福的 因此这四个福 四个有祸 是告诉我们现世生活 在人世间的生活都是短暂的 不要太看重那些 富有的 保育的 宽孝的 被夸张的 这些都会过去 反之贫穷的 饥饿的 哭泣的 被恼恨的 都会得到天主的照顾 让我们在今世当中 所有的困难 所有的捆绑 所有的麻烦 所有的被恼恨 让我们去想到 我们的天上所准备 为我们准备的 今天我们所有的 富有的 保育的 宽孝的 被夸张的 这些东西都要小心 这些可能 带给我们祸害 今天就在今天的福音当中 让我们 以天国的福音 以天国的角度 来看现实的生活 来看现实的价值吧 今天我们讲到这里 明天我们再见吧